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对对1835年跟1840年那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跟你讲美国的十啊 就实打实的霸权是来自于这个书里面写的很详细的 因为我自己也考虑要把这个观念好好介绍给国人了解 因为我们会觉得一个非常奇怪 就是说美国的霸权哪来的 然后美国现在这种搞法称得上霸权嘛 事实上我基本上对美国的一切都看不太起 虽然家里有的人的话他们做美国人 当年非常高兴的当美国人 可是现在感觉上的话 最好的就是讲不出任何好处乏善可成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 因为在这个托克尔伟的理解当中 他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贵族经历过了惨淡的岁月 曾祖父被上上送上断头台 爸爸妈妈好不容易逃过一劫 然后这里面的一切的发展 他自己对法国大革命 他写了两套书嘛 一套是美国民主 另外是法国的大革命救制度嘛 所以说对于他来讲 我讲这个话我无意调输在 但是我只想一句话就是说托克尾认为民主要成功 一定要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 他认为美国的话就是涉及到宗教的教会的精神 所以美国原来的教会精神的话呢 可以进一步的衍生 从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原来读东海大学的我们的校训 就展现了基督教大学的精神 求真 赌信 利刑 就是说美国原来就是这么一个 求真 赌信 利刑 基本上是农民 比较土一点 但是美国人不在乎他 赌不土 大家就很认真的活的 那今天的话呢 这一些实质上产生霸权的重要的线索 通通被掏空了 这个叫虚空 这里面根本都不存在了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取而代之呢 是伪 这个伪本身来讲的话呢 我必须要强调 我们做研究做科学哲学里面 我们都知道卡普普尔嘛 就是说整个科学哲学 就是犹太人的学问 犹太人的学问呢 就是永远不要相信有绝对的真理 所以犹太人本身非常会利用这种形式 包含索罗斯啦 所有的重要的人物 因为如果说 而且我跟你讲 美国的犹太人 他们大部分从欧洲来的 我在欧洲住了很久 欧洲的犹太人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因为欧洲人的话呢 不太跟犹太人讲道理的 美国是很讲道理讲法治的 那个法治的情况下 这个法治啊 这个美国的法治是以财经为主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出现 美国的犹太人就气焰特别高涨 能力特别强大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原来开始强调 那几个好学校 长春藤联默 是我们那一代人 不要说那一代人 永远所有的人都羡慕的对象 对不对 你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呢 因为更优秀的话 可以拿奖学金 在那边读书 对不对 这一切的话呢 钱哪里来的 学校是怎么办的 几乎每一个留美人 很自然会说 我的指导教授就是犹太人 我的指导教授的太太就是犹太人 我讲啊 这里面说明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讲的对了 以色列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国家 的同时 美国的犹太人就是在世界上最高级的人 美国的犹太人有一部分到回到了以色列 有一部分人就是偶尔去以色列 还有一部分留在美国支持以色列 是构成了今天校园发生如此惨烈的事实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大家都记忆犹新嘛 那太阳花的时候 那些人的话讲得正正有声啊 像那个林飞凡啊 那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陈威廷什么 他们现在针对于美国校园内的话呢 谴责拜登呢 各自都没有讲 谴责一下 对不对 大骂一下啊 你有没有良知啊 我们听了你的话 还有那个佩洛西讲最美的风景线啊 尤斯尔可以昨天抓多少人你知道吗 所有都拆掉了 只抓一半了 原则是两派 赞成以色列的 跟反对 就赞成巴勒斯坦的 打起来以后 只抓赞成巴勒斯坦的 没错 好了 这个结果说明什么 以后啊 大家都要努力的把这一点发扬光大 校园内就要像拜登讲的 一方面要有言论自由 同时秩序也很重要 每个都敢讲这种话 真恶心 就是在在香港的香港街头暴动的时候 背后的美国的香港的总总领事馆 在背后的扮演一个很明显的策动跟资源的角色 学生们的出场的时候 总是手拿着美国国旗 拿着英国的那个殖民地国旗 对就是而且而且非常骄傲的走在走在马路上面 可是呢在当时香港被打杂烧呢 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 美国从来没有说秩序很重要 对呀 那个我跟你讲啊 那个李家超那个时候被骂到臭头啊 当然 还有那个瞪什么的 也被骂到臭头 基本上来讲都是走狗啊 警务司长 哇我跟你讲啊 这里面所产生的 因为我自己啊 在那个反送中最乱的时候去过一趟香港啊 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一出机场看到那个白色的大的那种 那种强力塑胶一个个阻挡那个现象啊 就会感觉像战区一样啊 你不知道哪里飞来一颗子弹那种感觉啊 可是我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整个香港 当我们那时候也有名人啊 对不对 这个黎智英啊 黄之锋啊 什么的 他们的话呢 目前面对这种情况 情何以堪啊 对不对 你现在的话呢 你替这个西方世界来搞中国你的目的 一开始大家就要了解 做事情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 这个根本就是人家操纵的结果 而且照片都有对不对 然后那些人的话呢 钱哪来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费力的支持 为什么要支持一个殖民地的环境 你为什么要反送 你这一切东西的话呢 你就会了解有没有前途吗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对台湾来讲 其实与严格来讲啊 我看到这个事情我就有点难过 今天你涉及这个题目的时候啊 我老早半年前就在这边讲了 我再也不相信我小时候学的鬼话 这个完全都不相信了 现在事实上的话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强调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美国的错误中学习啊 就我们为什么会被骗这么久 为什么我们会被骗这么久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跟你讲啊 因为美国的虚啊 就是它的虚伪的虚 它那个位的话呢 本身的话呢就是说谎话的位 它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啊 美国人完完全全放弃原有的价值 像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 我最近坐飞机我在飞机上看电影啊 我看了电影连续看三片啊 我都感觉到现在电影的风格改变了 啊那个电影的话呢基本上不是性别研究的就是种族主义的里面的主角啊大部分都是黑人啊 然后里面的那个性别当中的话呢就是我看到感觉上是同性的比异性点多啊 就是说整个美国的风气啊后来我就跟我家里认得了一个美国人问说哎怎么会是个样子啊 他说这个叫做政治正确 没错啊 这个叫政治运动 对不不管你说什么 但是说这个其实啊 我豁然开朗了突然想到说 哇 我这个人呢一生做的选择都错误的 我留学读书是在要求最严格的 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啊 我们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新思潮啊 我们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就是谈到都是哲学史啊哲学理念的啊 这种观念的话呢 所以我后来发觉说这个白左理论都过去20年的铺垫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看到的好莱坞电影 政治正确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字眼 那所有的知识他要对抗的就是政治正确 所有的知识的 你的观念比我还保守 我在学习吸收政治正确 已经学习了两三年你突然想出这种感觉 就是你要有知识热爱知识你就要对抗政治正确 这你讲的 对没有没有错 就是你你如果你如果没有办法有勇气站在政治不正确的这一端 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理性所有的进步都不会出现 哇非常严重 难怪你今天要达理带来啊 对 讲出这么严重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你记住我这句话非常非常严重啊 这句话非常严重 是我们平常已经 极其政治不正确 对 但是在今天的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环境里面 他之所以会让我们表现的很困惑跟莫可奈何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力量敢于去挑战政治正确 对于所有的政治正确一旦被灌输被形成被固化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价值 所有的洗脑最可怕的就是政治正确的内化 他不是真正的正确 他是政治上面 什么叫政治正确就是提供你一个最简单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明则保身该有的态度 那就是不是正确而是必须政治正确 你就能够明则保身 但是政治正确往往是不正确的 往往是不正确的 往往是不正确的 或者他没有什么绝对正确可言 甚至有时候你得昧着良心去迎合那种的社会气氛 政治正确的气氛 可是真正的在知识 当我们在讲思想言论宗教自由的时候 他必须是站在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面 对既有的政治正确的挑战必须要得到保护 美国今天的可怕就是这个保护没有了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架构核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过去没有这波学运的时候 我认为没有那个那个舆论环境跟土壤 让我们比较简单的谈这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是中东的一个小国 他在二战之后因为犹太人的受迫害形象 他寻求呢他灭国千年之后的建国机会 这个世界尤其在二战之后的强权国家 对他的同情理解跟道德上的亏欠 大家呢其实国际舆论也都支持以色列建国 这个国家可以恢复 但是同时间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是双重建国 可是今天的联合国1948年之后 联合国的这个这个巴勒斯坦的难民总组 1948年运作到现在 成为联合国秘书长所能够指挥的两个常设机构之一 你当联合国秘书长你就知道其实只有两个单位是替你替你指挥的 一个是你的秘书处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难民总组 为什么在中东有巴勒斯坦的难民总组 几乎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 都是呢难民总组里面联合国的志工 但是就不会有一个以色列难民总组 因为以色列背后有美国 巴勒斯坦背后除了联合国什么都没有 当美国比联合国大的时候 巴勒斯坦当然就不见了 但是今天有没有机会联合国的力量比美国大 巴勒斯坦才有机会 美国今天在联合国里面的投票 一票否决了巴勒斯坦的建国机会 你就知道他是以色列最后的保护 我们在讲说今天我们要认真的去检讨 国际政治架构当中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美国是一个superpower 但是比美国更super的是以色列的时候怎么办 对我跟你讲 针对于你刚刚讲到政治正确跟政治不正确 突然激发了启发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谈得很棒吧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我觉得你应该到台大哲学系来谈一谈 这个有关于政治正确 我要好好想想想这些事 你要好好想想 不过你刚刚脱口而出的话 让我真的是非常为之惊艳 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 佐证你的想法 因为昨天美国国会通过一个 以色列意识法 这个意识法的话 基本上的话就是把 因为刚刚向罗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政治正确跟政治不正确的事情的话 它是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个压力是压在你的意识当中 让你就是在这个洗脑的过程中 你是自己根本不敢不朝这个方向来洗脑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就叫你的意识 就是说你会认知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含我们现在社会非常流行的一些价值里面 都会是一种原来是外力的 但是它逐步的延伸到你的脑海中 最深刻的地方是你变成你的意识中的一部分 现在美国在清理学生运动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你只要意识中反射出来 你是反以色列的 其实你就是反对以色列建国的 你就是反对犹太人的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反犹太的意识法的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要大家都要能够接受 赞成以色列的做法 所有的做法是政治正确 那在中东现在的局势啊 如果用一个学运去表达 学运的诉求 我之所以对这次的学运 虽然它到现在为止 经过美国昨天的暴力清场之之后 它暂时会在校园里面会稍微降温 我不是认为它会消失或者是平息 它会稍微的降温 因为这种的暴力清场 同时因为它一定发生在大蓝州 主要是蓝的 像是东北部跟加州 纽约州跟加州 这种的大蓝州 那大蓝州的哥伦比亚跟UCLA 这两个指标性的学校清场 那这种的这种的清清场 对于学生的清理 可是你明明知道学生到目前为止 对所有的议题的掌控 都停留在我们挺巴勒斯坦 我们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巴勒斯坦 被种族屠杀 反屠杀 反种族灭绝这个是呢 其实最上层最表面的 下面的就会出现挺巴勒斯坦 因为你在当下的国际社会里面 你只要公开的说我反屠杀 我反种族灭绝 你的态度就是挺巴勒斯坦 可是当你自动的联想 当你呢当你在挺巴勒斯坦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诉求的表面的时候 当他在激化的时候 挺巴勒斯坦那我就认定你反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中东被操作成不可并存 的两个政治力量 因此当你挺巴勒斯坦 我就认为你反以色列 对对对对 背黑击白了 到了第三个层次反以色列 反以色列就已经踩到了美国的政治红线的边上 这是跟犹太民族的特性有关 对对对对 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 没有错他是美国人 可是犹太人他有一个一个非常重要他们有共同的经典 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他们的情感的连结不分了他基本上是一个宗教上面的吉普赛族 就是他不管在哪里他不管飘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他在宗教上面他仍然是犹太教 因此他对于呢以色列的建国他是美国人可是他强烈的支持美国美 以色列建国这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让所有的政客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你不敢对犹太say no 因为犹太以色列就是美国最高的政治正确他已经高于一切了当停以色列是最高的政治正确的时候所有的政治不正确都被压着我刚为什么讲政治正确跟政治不正确 美国今天我们看懂了美国政治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因此当你停停反以色列我就认为你是在反犹太就会出现你昨天呢你说的美国美国的众议院里面开始的提一个提一个就是对就就是就是呢这个犹太意识就是不可以要如何去呢杜绝所谓反犹太因为他就认定你在反犹太了所以他成为立法呀 虽然呢还有少部分的这些呢这些共和党跟跟跟民主党议员他们是投反反对票他们认为你这个人会扼杀了言论自由是的那些人勉强是看懂了政治正确被高举的时候所有的自由就不见好吧然后呢但是你认为他只会停留在所谓的认定你反犹太反犹太是违法的 今天的所有的反犹太的反犹太的那种情绪只要露出一点点苗头的时候他就开始扣学学生新纳粹复活他就开始把你纳粹化那个呢就已经是最low的了美国的虚跟伪呢在这几个层次里面今天如果你看不懂美国今天所有的问题是因为犹太主义的高度的政治正确化 他已经成为美国呢就像是台湾台独是最高的道德今天犹太主义呢是美国最高的道德的时候他高举的政治正确他是错的台独一定给台湾带来灾难犹太主义一定给美国带来大的问题可是他是政治正确我为什么告诉你政治正确这个灾难因为政治不正确呢所有的诉求都不见了那才是真正的道德良心我补一点讲到台湾因为昨天看到的消息啊 就是那个傅昆奇跟那个书巧慧之间呢就有关于致辞啊就是说是你那个该用中国还用大陆啊那书巧慧讲说那个中国本身的话呢对我们没有善意我国什么什么的啊那傅昆奇讲说是你这个的话呢是违宪的做法因为你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叫中华民国啊就是这个讲起来大家都非常了解但是有人问到我说那为什么这件事情的话呢明明是违宪法又违这个常理又违背这个情感 为什么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说政治正确我们的学生当中懂大家都懂但是没有人敢讲啊两岸之间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没有人讲啊没有人讲我说实际上来讲我们应该把列为考试啊对不对为什么民主党敢这么嚣张啊就是既不敢宣布台独又同时又要强调这个政治正确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对于年轻人的心灵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正确讲的问题听了一下的话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可能会变成我们目前面对 以及未来要面对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整个对大家一起沉沦啊这个本身来讲他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啊因为你政治正确的话有眼前的利益但眼前的利益一旦过了以后你长远的利益你就完全放弃了嗯对不对在政治学当中啊其实很很少人去去认真的讨论政治正确我每次跟院举正呢你以为我们两个在聊天其实我每次都要做很多准备的政治正确我刚说了政治正确就就是提出一种的当代社会的 警告就是你必须要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你才会好过日子因为那是明则保身最简单的因为政治正正确他膨胀到极端的时候他可以对抗你的良知对抗你的理性以及对抗法律今天呢之所以啊台独可以这么的嚣嚣张无非呢就是用政治正确去对抗法律那政治正确是正确吗他他不是正确他只是政治上面的正确 换句话说是一个是一个简单的意识上面的一个一个表达而已好吧但是呢当当美国呢走到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以以色列今天借着犹太人呢在美国的德式就像刚刚提到的经过了这一次的学运之后我们重新做一些呢历史的整理过去讲可能没有人听觉得那个姥姥掉牙可是这一次呢你终究要知道所有的长春藤的校园教育嗯都是犹太教育嗯我我我弟弟 你就是大老师毕业的嘛我告诉所有当你觉得是哇我进了长春藤的恭喜你对对对对可是长春藤的教育对对对对对他们很多很多校长的名字不是什么man就是什么berg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嗯我必须强调整个学术的精神因为我们我本身在欧洲住的时候啊嗯就是欧洲的犹太人没有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这种地位嗯因为美国犹太人非常聪明你既然要玩法治你既然要玩这个民间的力量你既然要玩 财经的话呢我就配合你嘛配合你玩的结果就成这个样子那你办大学美国的学费非常贵啊你办大学要钱嘛需要人家捐款当然有的人创造了一个捐款给美国大学的习性啊所以说美国大学我跟你讲在台湾所有我们台大的教授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只要在美国拿了博士的话他基本上的话都拿过奖学金嗯这个都没有这个没有疑问的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基本上的话对于美国有钱能够供应给那种改变命运的人非常多 全世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美国是感激涕零的同时啊就会想到说是美国能有今天就主要是靠这个钱这个钱从哪来的就要从哪里做啊所以这个讲起来的话呢但是我针对于你刚刚讲到政治正确那个问题啊我真的是很想进一步的发挥因为他已经碰触到思想上的一个极端嗯哪种极端的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意识中啊我们自己是可以受到外力的影响嗯而且你就不敢因为我跟你我相信你 然后你被罚过钱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况那我本身来讲的话呢在处的环境也比较特殊啊嗯我必须坦白讲有没有压力有但是呢这个压力当中呢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空间给你自己去选择你要不要正确嗯哎你这个是你自己的你都说我说如果说你真的有感觉的话呢只要你不你只要你这个视像一点的话嗯你很自然会做出这种选择嗯所以我觉得政治正确的话呢他牵涉到一个伦理学上的层面 就是他涉及到你本身有没有这个道德的勇气嗯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认为政治正确敢提出来敢有这种反抗基础的本身是否则的话否则的话就是整个知识面都停止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合理的合法的甚至于说有意义的讨论的这种情况下对不对但是你其实强调一点就是说你要侮逆别人的思维的话嗯你要因为西瓜伟大边嘛所以说大家都会跟着政治正确走嗯你要有这种道德勇气提出你的想法 你都不同啊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嗯啊你你做媒体人啊媒体人绝大多数都是以政治正确为主啊否则那个陈耀祥怎么在立法院来表现的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坦白讲啊你讲到长远的利益讲到未来的利益有多少人重视是一个大问题我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民进党的两块神的神主牌支撑了民进党因为民进党长时间 用族群政治的操作把他的主张变成是在民粹的基础下面因为只有民粹才能够非常廉价而且成功的包装政治正确可是那个政治正确他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是正确最最鲜活的例子就是反和的神主牌已经倒了嗯到昨天到今天为止台湾的政治圈子里面 竟然没有人在谈一件事情我们都隐隐然觉得知道民进党即将要放弃他他的反和主张但是拉不下脸嗯可是呢从今天开始如果再有哪一个民进党胜率的笨蛋嗯把反和挂在嘴嘴巴上面你就完了甚至不正确为什么因为正确不正确还要看时间的在今天以前反和是高度政治正确只要林一雄呢出来 用很民粹的方式带着走斗笠走一圈嗯所有人就觉得我们要同情你把对林一雄的那那种的同情当作是呢他的主张的接接纳那就是所有的政治当中最可怕的事 林一雄在做一件反制的事情他不让任何的知识跟科学的讨论能够在台湾生根所以他用那种宗教式的包装用民粹的手手法去帮民进党侧翼呢做做做护航 可是我为什么说从今天开始我我我这段话是提醒所有民进党的一些很蠢的政治人物跟晚上的谈话节节节节目因为当昨天的G7达成一项共识今天开始我们七个国家不可以再发表反和言论这七个国家达成共识你认为像台湾G7之外的第八个叫G8像台湾的这种的呢G8国 你认为台湾的这个G8国他还敢发表反和言论吗我很感慨啊我跟你讲啊我这个道德勇气我有啊我刚回国的时候1996年的时候因为我留学的国家法国比利时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电力来自于河南然后他们认为只要是有问题科技可以解决所以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比利时河南风景非常漂亮的原因跟现在用发美生电日本也现在搞到天然气生电这个情况刚好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参加清大办的活动清大原来有和工系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时候有个教授叫李敏啊我特别在你的节目当中提到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啊那个李敏教授是和工系的教授因为我刚好被联合把我派去不是派去就邀请去叫我永和啦那我本来说听到我也听到永和就是我觉得就我所认知嘛表达我的想法而且我又喜欢跟人家有这个不一样想法因为那天的场面非常难看那个学生呢 在1999年里骂了一大糊涂你知道吗那个李敏教授啊我都不晓得该说什么好李敏教授哭了哭了他说什么他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在前面看的我我我认识他这么多多年知道他们一直我当我反护他几回呀哎呀我跟你讲他他讲什么吧他就是哽咽着对学生说因为他也动员他自己和工系的学生来参加这个这个这个座谈嘛 然后他说他对学生说骑你们好好读书啊你们将来在全世界除了台湾以外都可以找到工作嗯我都非常感动啊台湾了台湾反合反反到清大都必须要把和工系的名称给改了啊否则他在招招生的时候呢没有人敢来他都必须要把和工系和子工程系给改了但是我考大学那是第一志愿啊我说当今天 对于台湾来来来来来来讲思思念念紧紧拥抱的G7这七个国家共同发表声明今天开始我们七个国家不能够再发表任何反合的言论那你认为台湾干嘛我告诉你台湾的反合已经过去了那个政治正确已经结束了同样是核能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面民进党的高举甚至一定要把台湾的核能电厂全部都 废了否则呢就好像对不起了自己的良心你以为他是良心在运作吗不他根本不敢跟你讨论讨论可是今天当G7都在挺核能的时候民进党的反合的神主牌已经垮了可以丢到火里面烧了你看懂吗所以我只提醒就是所有的深绿的朋友们我反我是人我我我反合的那个那个笑笑话赶快把自己呢清洗掉因为他已经开始回到了一个科学理性的讨论的基础上面 那个呢魅于事实的把它当做政治正确包装的反合反合很高级你知道很多的高级感他都是虚妄的就是当你当你觉得当我挺以色列很高级当我挺犹太很高级他都是错误的我不说你不可以挺但是呢那都是民粹主义运作民粹主义的可怕就是因为他会让政治正确包装到让你呢不敢去挑战 那那个是政治正确背后真正的动能就是民粹你看到一群人黑压压的跟着林毅雄然后然后反合四在街头在静坐你敢去对抗吗你敢的发出跟他不一样声音吗我敢所以在当时呢有人说要杀我们全家要干干什么干唐江龙的干了十多年了我随你干了我我我是说我告诉你在干一件蠢蠢事情 但是今天当你民进党范蠢到最后要拉下脸来要开始让核能重新启动你看着赖清德任内核能一定的会启动的但是怎么办大家都已经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好不好我来来回回的搞的花了多少钱